商业礼,与主管及同事相处之道 商业礼,与主管及同事相处之道 俗话说得好,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爬 这个道理放到上班族的身上仍然非常的切合 因为在过去的社会里,家庭跟孩子几乎就是一个人生活的全部重心 但是在今天工商业的社会里,人们的重心至少有一半已经转到工作的成就感上面了 而且在可见的将来,它仍然是一个不可扭转的趋势 只是,到底怎么一个往上爬,那就有种种的奥秘和诀窍了 李嘉丽小姐在公司是个新进的职员 我们来看看,它在这个新环境里面如何的力争上游 哟,一大早的该上班不上班就开始吃早餐看报纸了 这有什么好大机小怪的,我在同学的那公司就是这个样子 乖乖,你在以前的公司是如此 但是现在你已经换公司了 你是个新进人员 学学其他同事,学学别人的表现 难道你要水往低处流 你干什么,还吃,再吃就要送屠宰场了 李小姐,你来了 各位同事,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公司新进的同事 她叫李嘉丽小姐 她的英文程度很好 而且她的反应很快 以后她就是我们的好同事了 我希望各位以后工作愉快了 你还没有介绍 我的这位能力很好 怎么东西往经理身上搁 日本澳大利亚 我通通都去过 这是干嘛 一到新公司就忙着抬举自己 也不管主管跟同事们怎么个想法 相信每一个上班族多多少少都会遭遇到这种情形 碰到一个望尊自大的新人 这时候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在工作场合上 刺操风云或者锋芒毕露 但是制度的放出帮忙仍然是有其必要的 只是如何做到适度 这就关系到您和主管 及同事之间的相处之道了 当然 怎么让主管及同事 肯定您的工作能力 以及为人 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嗯 是不简单 既然这么复杂 那我们就来分别谈一谈 跟主管还有同事们的相处之道 还有礼仪吧 喂 是李嘉丽小姐吧 我是 我是陈经理 麻烦你待会儿到经理室来一下 好 好 嗨 你真是干什么 第一天上班 经理叫你去谈话 又不是叫你陪着去应酬 化什么妆啊你 我该做些什么事吗 你呀 要做的事情可多了 你是个新人对不对 刚进公司 你了不了解你主管的个性 他做事的方法还有态度 我听了不小的耶 不小的那就赶快问呐 教你个口诀 今年上班第一堂 天马王日台一堂 再问主管喜好记 同事论人去协查 嗯 那我就问喽 你对陈经理这个人了解多少 哟 这么个问法 没看到人家正在忙啊 新人嘛 客气一点啊 你这种问法又吓死几百万人哪 周小姐 对不起啊 帮助你一点时间 帮助你一点时间 帮助你打电话要我进去 我是一个新人嘛 很多事情都不懂 所以我想请教你一下 陈经理的处事方式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陈经理是个很和气的人 他思考比较慢 但是心思很近 这事情的要求也比较高 不过你放心 她的小大声指责员工了 在一个公司里头 参与感的高低 是决定一个人工作表现好坏的一大要素 谈到参与感 那就涉及到你的人际关系 合不和谐 你对公司了解多不多 通常一个新进公司的人 应当多了解同事的做事方法 尤其是主管的领导风格 要多努力去学习和适应 让自己很快的成为工作团体的一部分 并且成为主管工作的好伙伴 怎么样 同事的意见挺宝贵的吧 有机会的话 不妨多多跟人家请教请教 现在就要到经理室了 做人还是谦虚一点 别以为了解一点主管的个性 就万事OK了 你晓不晓得 接受主管指令的五大禁忌呢 不晓得 不晓得 那你先回想回想你在前面几个公司所犯的毛病吧 第一个禁忌呢 就是切记眼神闪烁 东摇西晃跟面无表情 呦 您这是冰霜美人呢 脸部肌肉怎么僵成这个样子 来点笑容吧 可以了 这种脸部的表情也太夸张了吧 你叫主管怎么跟你沟通啊 哎 对了 彼此来点笑容吧 第二个禁忌呢 则是不要把玩东西 不要打哈欠 这种打哈欠 会让主管认为你太漫步惊心了 哎呀 谢谢你啊 不该做的动作你全帮我们做了 哎哎哎哎 还打还打 不该把蝎蝎都跑进去了 第三个禁忌呢 是切记相应不理 更不可以直呼主管的姓名 老总啊看看你这句话 哪一看着不得了 没有三没有谁没有美女 我就不知道你们要集聚上班 问个妈妈对不对 马道成我比这个有意思 这相声的 呦 直接喊老总啊 主管是你们家门房啊 面对主管不可以直呼姓名 更不可以叫匿名 多没礼貌啊 第四个禁忌呢 是切记长说对不起 以及当众哭泣 希望这件事情呢 能够在一个星期之内办完 辛苦你了 对不起经理 我想 总没有办法 真的 真的 我恐怕无法如期完成 哎呀 你怎么变得这么低声下气的 老说对不起 会让主管认为你不负责 甚至没有自信心 哦 怎么使出女人最后的法宝来了 你这一哭不就让人觉得你无法承担重责大任了吗 最后一个也就是第五个禁忌了 就是切记随便找借口 这件事情你还是延迟一个星期完成了 有什么困难吗 没什么困难 实在是我必须忙着帮我们家的小狗结扎 小狗结扎也是个理由啊 你这未必太混了吧 是啊 以上你所说的五个禁忌我全都办了 所以我跟上面的公司给成立了 好了 现在五大禁忌全知道了 到了新公司千万别再犯咯 知道了 进主管室别忘了 随身携带笔跟纸 有啦 谢谢你 来 请坐 请坐 谢谢经理 你今天第一天到我们公司上班 一些还习惯吗 谢谢经理关心 一切都还好 是这样的 这个月呢 我们公司的订单数目会很大 呃 所以你恐怕要马上要忙起来 我希望你跟这个刘主任 能够多多的配合 跟主管谈事情 相信每一个人都有相当的经验 不过谈话过程中 我们很容易疏忽一些要点 所以最好还是按照五个W 两个H记下来比较保险 什么是五个W 第一个就是指什么人 第二个是指在什么地方 第三个是说什么事情 而第四个呢 是代表什么时间 而第五个就是为什么 什么是两个H呢 一个是说要如何来处理 第二个是说多少价钱 此外呢 万一碰到不太有把握的事情 最好是请主管再指示一次 当然了 每一个主管的性格不一样 有的主管动作慢 有的主管性子急 急 急 他很急啊 但是无论如何 你都要保持镇定 镇定 镇定 这样呢 才能在一个新的职务上 把事情给办好 对于两个不太熟悉的人来说 沟通上很容易发生困难 特别是对于主管的指令 常常因为底谱的默契不够 而发生属下的误解 万一部署按照一字半解的指令形式 将来吃亏的恐怕还是整个公司 所以如果您对主管的指令有所疑惑 应当应用良好的态度和沟通的技巧 再次的请示主管 走小姐 要不要一块一块 吃个午饭 好啊 哎 新到一家公司 人和相当重要 尤其是资深的工作人员 多跟他们接触 可以真正了解公司的营运状况 以及其他同事的习性及能力 这对你未来工作上啊 帮助很大的哦 是吧 我今天早上 真的从这里摇了一本 她这个人真的蛮合气的 是啊 她被谈腰毛毛照照 对对对 坐在我桌子的年幼边的门前座 她叫什么名字啊 你是说香配吗 对对对 就是她了 她的脸哦 这边轻一块 这边边肿一块 她是不是常跟她老婆嘲笑打架 怎么才觉得你很上道 就马上打听别人的私事了 你是要当三公六婆 还是包打听啊 要你管啊 不是我管你啊 一个人做事能力固然重要 但是做人方面 也不能叫人打了折扣啊 李小姐 来两位走 李小姐 待会儿到办公室 把上个月的业务状况 好 嗯 我们李小姐 果然是功力不凡啊 像当初 只要一上班 就大小错误不断 没想到来这里才几个月 立刻成为公司的大员呢 这是面对主管 你晓得如何做报告吗 开玩笑 这三岁小孩子都会的事情 我怎么可能不会呢 天底下有这种事啊 跟主管报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我问你 你的主管喜欢了解处理过程的细节 还是只想知道结果呢 他喜欢知道细节 再来 他喜欢书面报告还是口头报告啊 随便都可以都可以 什么随便哪 凡事不要轻忽 不准问 哈哈 是是是 瞧啊 我们的女主角多有自信多有架势 这当然是因为事前对主管有充分的了解 再加上力求简洁 很容易就给主管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以了 归根究竟 我们这两个月的营运状况会这么好 当然是多亏您曾经领导友方啊 哟 还拍起马屁来了 其实报告啊 应当注重客观性 即使有个人的意见跟评断的时候 也不要添油加醋 应该稍稍的为晚一点 另外呢 如果提出工作上的困难的时候 最好也能够同时提出解决的可能办法 否则那岂不是丢个烫手的山芋给主管了吗 上面我们所看到的是给主管的正式报告 其实每一个上班族还可能碰到的是随机报告 也许主管突然面临到一个问题 他会就你的工作部分要你随时报告 以作为他眼前问题的参考 这时候如果你的回答是具体有利的 那就很容易赢得主管的赞赏与信赖 所以千万别忘了随时了解公司 以及个人的工作情形 以免突然被主管询问时 手忙脚乱 之污其池 谈到开会啊 在办公室里面 你还会碰到跨部门一起开会的情形 诶诶诶诶 怎么又吃零食了 诶 挺甜的 我说跨部门的会议听到没有啊 听到了啦 没事参加什么话部门会议嘛 没事参加什么话部门会议嘛 喂 李小姐妈 哦 下午我们要和企划部及广告部一起开会 希望你把资料准备一下 走把虚 哎呦 凶成这个样子啊 你说谁啊 除了你以外还会有谁啊 好野 这半年来呢 我们在销售上 索命的问题 是同类型的产品 在市场上一下增加了许多 使得我们在竞争上倍感吃力 此外我们是一个老公司了 如何在旧的品牌上 给客户一个新的印象 这是挺重要的 因此呢 瞧啊 参加一下跨部门的会议 是不是很有帮助呢 反正啊 来到一个公司 就别怕多做事多开会 因为它绝对可以增加你对公司的全盘了解 哎 又过了几个月了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我们的女主角的表现 你现在在办公室里头算是 老资格啦 到这公司啊 都已经一年多了 已经一年多了 嗯 是有点资格了 想必一切已经驾轻就熟了吧 是啊 各位安静一下 上一位公司的业务呢 滑落了不少 为了维持公司的持续成长 所以从这个月起呢 本部门有些同仁 必须要跟着到外面做 业务推销 我们又不是业务户的人员 怎么会做得好这件事情呢 嗨 怎么这么说话呀 别以为你已经是个老鸟了 其实人跟人之间 本来就应该互相尊重 何况是面对主管呢 言语上啊 多客气一点嘛 业务的滑落 固然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 但是 以其派我们这些 没有推展业务经验的人出去 倒不如大家坐下来 好好地检讨一下 找出业务滑落的真正原因 我们就好好地想办法去抵救 是不是比较好 哎 这就对了嘛 即使主管的指令 值得商榷的时候 说话也不必太盛其凌人嘛 是不是 主管也是平凡人 当然也会有失律不周 或在情绪不佳的情形下 提出有待商榷的指令 但是 这时候即使 你想提出修正的意见 口气仍然要平和 意见表达完了之后 不妨再给主管一点参考的意见 相信不会遭到强大的反弹 或是反感才是 另外 当你逐渐成为主管 所依众的人物时 工作的分配 可能也会出现 全责不清的现象 比方说 尽快把这个处理一下 他上个礼拜 我招待了一个中文明方的事情 他一直都没有办好 我看你帮他处理好 还有原本的正宗男人 他会负责的业务报表 也就一一乒乓书 这不是他们部门该负责的事吗 为什么都变成我的职责了呢 哎呦呦呦 大发雷霆了 其实在没有完全制度化的公司 工作全责的重叠是常有的事 所以 何不用另一种态度来处理呢 我做不了了 陈经理 你老是欺负我 嗨 叫你换个方式 可不是叫你这么哭哭啼啼的 有点承担大任的样子吗 陈经理 其实我们部门的工作量已经相当大了 也不是我们不愿意帮这个忙 可是这样子下来 其他的部门会一直依靠着我们 万一出了疲论 是要我们负责 还是要原来的单位负责 瞧 多委婉多客气啊 不过 权责不清 还有另外一种情形 小姐 本公司年底希望粉刷装潢一下 我一直相信你的艺术眼光不错 怎么样 可不可以帮公司挑选一条沙发 谢谢虎经理 可是我对家具设计一窍不通 我想 还是老板总务部的同人帮助你 好吧 我怎么那么红啊 难道 人红也是一种错误吗 人红吗 没办法 少臭美了 人红是很好啊 不过千万注意 上班族除了容易发生全责不清之外 还容易碰到超额的工作 有道是 人红工作半围广 有人埋头往内藏 过药事事都在身 三头六倍也疯狂 也疯狂 你 我下班了 等一下 你下班了 坐 所以人虽然红 还是尽量减少长期的超额工作 即使业务上的需要 也要好好注意自己的健康才行啊 虽然 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力 可以有旺盛的企图心 但是 再怎么说 每一个人的体力 和承受的工作压力 总是有一定的限度 如果 只是短时间就可以办完的事情 您可以考虑一下 立刻加班 将它办完 万一是一种长时期的加班 那您也可以用晚转的方式 来减少次数 相信 您的主管 也一定会谅解的 当然了 每一个上班族在办公室里 不只是要面对主管而已 他还要懂得如何跟同事相处 因为大部分的工作 都必须倚靠团队合作来完成 万一经常跟同事发生摩擦 还有争执的话 即使你有天大的能力 恐怕也会落得独木难成大梁了 所以呢 我要提醒您 不管你是如何受到主管的嘉许 还有倚重 可千万不要趾高气昂 或者是自抬身价 嘿嘿 否则啊 难免会受到同事的排挤 哎 小王 陈经理要我告诉你 待会到财政部去一趟 哦 到了 哎 老张 大爷送我到国追击啊 呦 胡假虎威起来了 别忘了 你只是替上司工作 替他传达讯息 可不是地下主管 再这样下去 恐怕就没有同事要甩你了 好啊 其实 与同事的相处之道 我们也有几个原则可以遵循 要不要听啊 好啊 与同事相处之道 第一个原则呢 是心胸要宽大 眼光要放远 哦 我快 哎哎哎哎 干嘛呀 哎 我是说心胸要宽大 不是叫你做阔胸运动的啊 嗯 李小姐 嗯 李小姐来 到我们公司 转眼一下一年多了 他的表现非常非常好 那我希望各位同事以后啊 多多以他为开幕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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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哎你是怎么了 人家一夸在你就抖成这个样子啊 哎 面对同事啊 千万不可因为主管的包养 而忘了我是谁 呵呵 亏你啊还懂得不好意思 当然了 面对酸溜溜的同事 也必须以不卑不亢的态度来对待 与同事相处之道的第二个原则 是不要把个人的情绪带入办公室 喂 昨天和你在大华百合公司的那个男人谁啊 他只是公司的一个男同事 他太太过生日 我陪他去选一个生日礼物而已啊 哦 那他为什么不找别人光找你呢 你讲的是什么话啊 我看你是抱着心事了吧 你怎么这么说啊 哎 我又没有嫁给你 我爱跟谁出去就跟谁出去 你管得着吗 你们眼中还有别人没有啊 经你们这么来回的一吵一闹 全公司的人不就不要工作了 与同事相处之道的第三个原则是 切记在背后一人长短说人私事 小李 回家 谢了 小李 过来 站好 站好 我来上 是 让他去 站好 才一百七吗 我以为你多高呢 真是 你什么 我说的一人长短 不是只在背后量人家身高 而是不要随便谈人家的是非 所谓一种米扬百样人 与同事相处 人事的纠纷在所难免 但是千万记住 要用睿智去减少冲突 化解疑虑 因为万一处理的不好 很容易造成同事之间的心结 进而降低个人及其他同事的工作表现 这对所有的人及公司来讲 未尝不是一种审思 各位刚才对不起啊 因为我心里面比较急 所以说起话来就毛毛燥燥的 心里多多包涵 这个陈总经理还有另外有交代一件事情 就是本公司下半年的营运状况呢 必须要成长到好像是7%才可以 可能比较辛苦一点 所以大家就加加油 怎么好像达到7% 到底是多少啊 肯定是7%啦 另外我再宣布一个好消息 本公司可能好像也许是在下个月啦 我们要举办一次大郊游 地点好像可能是在肯定啦 哎呀我的李大小姐 你怎么又来了呢 什么也许大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咯 传达讯息啊 既不必趾高气昂 也不必畏畏缩缩 要把握清晰明了的原则 不使用像是可能啦 也许啦 这样的字眼 正确的说呢 是在下个月的第二个礼拜 礼拜天算起 连着四天 我们在肯定举办郊游庆争 当然 大家也许可以 期败参加 耶 在这一集里 我们所谈的是与主管及同事的相处之道 相信大家都是点滴在心头 只要您保持一颗赞与人为的心 再加上适当的处理技巧 相信随往低处流 人往高处爬 是可以让您在工作岗位上获得更具体的效果 以上是商业礼仪 与主管及同事相处之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